头条交定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好久不见的这个卡申杨慧如又有消息了 因为这个杨慧如跟这个蔡福明被控诉说 有指挥网军在这个关西机场事件 大家还记得吗 几年前 侮辱外交部大阪办事处 所以台北地方法院就认定说 这个卡申杨慧如他是业主 那么蔡福明负责来招揽一些网军 两人犯后没有悔意 所以将两人各判处侮辱公署罪的最高刑度 也就是六个月的徒刑可以一颗罚金 不过也创下了这个判刑最重的一个记录 那么要带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 在这起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是在2018年的时候 燕子台风当时侵袭了日本 所以这个关西机场就淹大水了 有旅客受困 有很多各地的旅客都困在机场里头 也包括了我们台湾人 网路出现了这个质疑 说我们的大阪办事处协助输运旅客 是不是不利呢 出现了这样子的言论 那么有很多网路上头的霸凌 也间接导致了时任大阪处长的苏启成 最后不幸的轻生了 台北地检署就追查之后发现 2018年9月6号 有人使用这个记不记得这个PTT的账号 IDCC 在选前一直不断的被人拿出来讨论 对不对 IDCC 用这样子的账号在PTT上头发文 批评这个大阪代表处 在关西机场事件 是烂到该死 那么杨慧如还在这个LINE的群组里头 有个叫做高雄组的群组 只是网军要推高调 他跟这个蔡福明遭到起诉 侮辱公诉罪 好 三年过去了 到现在绿营却仍然是好官我自为之 那么助理代表谢长廷 仍然是一副甘亲抵视 什么责任都不用扛的样子 外交官之死好像跟他们都没有关系 反映出来给外界给民众的感觉 是不是像是权力的傲慢一样